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这前段时间呢 咱们聊了一个西姆森杀气案 那今天呢咱再聊一个案子啊 咱们看美剧 或者是一些这个西方剧的时候啊 经常会有主人公被指控的剧情 然后警察在下逮捕令的时候 会说一长串话 什么你有权保持沉默 否则你说的一切啊 都会作为呈堂证诺 等等巴拉巴拉 一长串话术啊 那这一串话术 被称为米兰达警告 如果警察抓人 抓完之后不说这些话 那么抓人的过程将被视为违法 那这样一个繁荣的流程 你要说这么长一段话 为什么呀 正是因为当初判决一个 叫米兰达的年轻人的时候 所吸取的教训 米兰达1941年 生于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 母亲早逝父亲再娶 米兰达和后妈呢 感情不好 童年的阴影使得他成了问题儿童 问题少年 然后后来又希望参军改变人生 但是他这个这个心里吧 他有有点毛病啊 他有那个露音痞的毛病 所以这参军一年多 然后就因为就是总这么骚扰战友 被开除出军队 被逐出军队以后啊 米兰达四处流浪 在监狱里的时间 那比在外头的时间还多 在第三次出狱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份 看上去还算稳定的工作 和同事啊 和邻居啊 关系都处的挺好 也交上了一个女朋友 看上去呢 这人生要步入正轨 只是米兰达自己啊 他心里变态啊 他有一什么毛病呢 他喜欢晚上时候出去劫色 1963年的一天 他这劫色得手了 他把一位18岁的女孩 强行拖进了车后座 在这个施暴之后 然后又把他扔在了路边 美国那个路上的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你扔在路边呢 就是那就是没人管呗 自己开车跑了 然后女孩呢 是靠着其他人 其他好心人的帮助 这才回到家 并且报警 一个星期之后 警方根据女孩所说的 歹徒的相貌啊 汽车特征啊 这些比对 锁定了米兰达 又在米兰达身上 发现了几处牙齿啊 指甲啊 这个痕迹啊 牙咬的指甲抓的 这些伤痕呢 就是米兰达在施暴过程当中 这女孩奋力反抗留下来的 那么经过犯这档案 呃 警察也知道 米兰达这人呢 有不少前科 再加上受害人 这么一指认 基本就坐实了 他就是一犯罪分子 接下来就是快点 让他承认 那警察好下班啊 好看球啊 那于是呢 他们就对这个 米兰达呢 进行了言语的恐吓 就让他主动去交代 这个犯罪的过程 其实也没有太恐吓啊 也没有太恐吓 就是说 说这个 呃 你如果跟我们合作的话 然后呢 你最后你这就是一个强奸罪 啊 你要是不合作的话 那你这罪名就是强奸后 还杀人未遂了 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就是大概说的这种话吧 在他们眼里 就是言语恐吓了 那么 米兰达那年22岁 再加上他常年蹲橘子 社会经验很是缺乏 警察这么一下子 他立马就傻了 两个小时之后 就撂了自己所有的犯罪过程 并且呢 写下 呃 认罪书 然后签署姓名 接下来就是庭审的环节了 米兰达呀 他没钱去聘请律师 法庭给他指派了一个公费的律师 一般来说呀 这种公费律师都是没有经验 没有人脉的律政菜鸟 他们是 你你得必须要去法庭登记做义工 然后这样才能获得那种社会历练的经验 米兰达这次不一样啊 给他随机分配的不是菜鸟 是一个老鸟律师叫莫尔 军队检察官出身 那现在呢就已经是半退休大发时间 莫尔呢就不同寻常 他指出了警察你违反了法律 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你审讯米兰达 这就违反了宪法的第五条修正案 审讯获得的一切证词都应该是无效的 在这呢 咱就得插出来聊一句 什么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了 他的主要内容就是被告有权保持沉默 沉默权呢 他是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 当时英国的政治宗教迫害呢 愈演愈烈 清教徒因为各方面的理念 和当时圣工会不合呀 所以教徒就遭到了政府大量的逮捕和驱逐 那么1638年 一位叫约翰离尔本的清教徒 因为贩卖和清教有关的书刊 而受到了法院的指控 在庭审当中 法院就拿着发票 就说啊 这是你离尔本卖书的证据 然后让你承认 离尔本呢就眼睛据点 说人 就是我教徒嘛 那我就用这个宗教里的话 去给自己解释 就是人只需要服从基督的预言 只向基督袒露自己的所为 没有义务去公开背叛自己 也不应该当着别人的面 控告自己 那既然如此的话 简方就不应该 为了获取证词 而让被告陷入自证其罪的境地 简单点说就是什么呢 我本来都是被告了 然后呢 我被告 我还得出证明 证明我自己有罪 你他妈是不是太流氓了 所以 这离尔本坚持 拒绝宣誓作证 不过当时这英国政府啊 他权力还是很大 那么在国王的压力之下 法院还是判处了 离尔本的监禁 到了1640年 议会和国王发生内战 离尔本案呢 被议会拿出来说事 说这是国王 那查理一世啊 残暴统治的象征啊 同时啊 咱得以此为契机 就出台了更多 限制公权力的法案 其中呢 就是禁止被告 坦白宣誓保护他们的沉默权 自此沉默权就成了 英国的刑事法律原则之一 那么17911年 美国宪法出台了 十条修正案 其中第五条就提到了说 不得强迫任何人 证明自己有罪 那言归证换 咱说刚才说了莫尔 莫尔呢 他发现了说 审这个米兰达 然后律师不在现场的 这个问题 而且呢就存在着诱供嘛 你和我们配合怎么样 你不配合怎么样 出现这种威胁 这种诱供 让这米兰达去自证自己的罪行 所以他立刻对这些漏洞 展开辩护 米兰达自己也表示说 在我接受审讯的时候啊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保持沉默 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咨询律师 不过刚开始啊 由于是检方找来了受害人 还有米兰达的前女友也给他作证 所以莫尔的辩护呢 嗯 没有起到什么太多作用 然后一审当中啊 这米兰达还是以强奸 抢劫 两罪并罚 有期徒刑50年 他蹲了大狱之后 就记住了当年律师跟他说的话 开始四处写信 要求重审 其中有一封信就递给了美国民权同盟 在60年代啊 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 在1966年马尼路德辛 他在芝加哥的自由运动 堪称是举世瞩目啊 米兰达呢 是墨西哥后代 他呀 他不是黑人 但他也是那种被老白人 就是WASP啊 被这种老白人瞧不起的人种 所以就把这他的案子 你说拎出来再看一遍 也是有一个天然的政治正确 这民权同盟呢 找来了两位知名律师 律师也愿意帮忙 倒不是因为说 我就为了还米兰拿一个清白 他们也知道 这他们就是个人渣 律师要捍卫程序正义和宪法精神 捍卫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中就包括陈墨全啊 那在这两位律师的努力之下 1966年2月 米兰达强奸案 由最高法院审理 经过美国司法界几个月的讨论 最高法院呢 推翻了原来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宣判这个原来米兰达的那些供词 无效责令重审 当时呢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 他还重新的解释了 宪法修正案啊 第五条的这些规定 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所讲的一切都可能在法庭上 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 第二条 你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训问时啊 有权要求律师在场 第三条 如果你没有钱委托律师 我们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 第四条 在训问之前或在训问的过程当中 你想要保持沉默 训问就必须停日 其实这几条呢 这个宪法上啊 其实都写好了 但是一般这美国民众他不懂法 他谁没事去翻宪法玩去 所以就意识不到这一点 所以在被指控的时候 就会出现像米兰达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自己的权利 因而呢 就会瞎说话 然后产生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判法 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以上这几条 警察要在抓捕犯人的时候都补一遍 否则他就是违法抓人 那这就是美国人常说的米兰达警告 经过重新审理 米兰达的罪行仍然存在 但是减少了假释的限制 1972年 米兰达在犯罪将近十年之后 假释出狱 这哥们自认为我是个名人 我推动了美国司法进步 所以做了一堆印有米兰达警告的卡片 然后自己签上名 两美元一张 四处都售 到现在那个 要是有他亲笔签名的 那卡片能值大概一万美元了 那么1976年的时候 米兰达在酒吧里和其他人发生了争吵 然后对方用尖刀 捅了他两刀 刀刀命中要害 这使得米兰达死于失血过多 也算是恶人自有恶人魔吧 后来呢 警察抓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并对着他读了一遍 这米兰达警告 你有权保持沉默 这回嫌疑人明显是听进去了 立刻沉默不语 一个字不说 直到他的律师到场 那最终也是因为 证据不足 嫌疑人呢 被无罪释放 在米兰达警告刚刚出台的时候啊 社会争议还是很大 保守势力认为 这是在保护罪行累累的歹徒们 让他们能够逍遥法外 这是对普通民众的犯罪 半数的美国民众呢 也认为最高法院你这么做 对于罪犯来说太仁慈了 这会导致美国的犯罪率直线向上升 美国完了呀 美国完了呀 那事实证明 米兰达警告并没有影响美国人的犯罪率 反而是几乎彻底终止了刑讯逼供的现象 尤其是保护了普通公民的利益 米兰达警告保护的不是罪犯 而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也间接的维护了警察的职业道德 防止他们在不受制约的权力面前走向堕落 刑讯逼供了 对吧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哪个国家 没有哪一部法典是绝对公平的 在最后实操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一次次的修订和修正 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不断的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米兰达警告正是美国司法向文明迈出的一大步 他和辛普森杀其案一样 目的就是坚持程序正义 不让暴力被滥用 不让无辜的人被治罪 好了 关于米兰达警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